第一年我們一直不希望兩岸關係越來越緊張 局面越來越僵 所以我當時提出五個互相 互相認識 互相了解 互相尊重 互相合作 還有一個互相諒解 那在這件事情很清楚 北京政府不了解台灣社會 這件事情不僅是台中市民的不滿而已 會造成整個台灣人民的不滿 台灣是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 每個人都有他表達他意見的權利 所以這種公投什麼 我倒認為這是一種人民表達政治理念的一個行為 對不對 所以我們都是表達尊重 所以你會支持選手用台灣的名稱去參加奧運 這個是這樣 我們不會去用台北市長名稱做一些政治表態 但是我是尊重說 我們還是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 所以每個人有表達他理念的一個政治信念的一個權利 我們表達尊重 但這件事情政治會干涉到體育 會不會擔心用台灣的名稱進去 其實會讓很多體育人反而不能去參賽 這是這樣 常常是每個人表達他的意見 公投會過不會過 這都還有很多 還找得很難 但是還是 這也是北京要了解台灣社會的情況 我們還是一個民主自由多元開放的社會 所以很多事情沒有辦法用他的那種邏輯思維去想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不治的行為